美国国家意义网站本月24月对外宣称,目前美全球的最大军火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研发新一代的先进战机,而且其性能特点继承了洛马公司,另一系列战机F271的高速特点比洛马公司此前研发的五代战机更F22,F35还要快。 参考F271曾经3.35马赫的速度和F22如今2.25马赫的速度,如今洛马公司更是将这款战机的时速设计到了6马赫以上,并被此命名为F272,几乎成倍数的提高,相信对于美国的军工业制造能力而言也是一种考验。 当然在目前中美都已经成功试射高潮音速武器,俄罗斯更是已经列装了匕首高潮音速导弹的大环境下,美国拥有F271的经验,研发出F272的特性性,无疑大大提高。 在不少国家还在为五代机打破头颅的时候,已经研发出五代机的中美俄,已经开始对六代机的预研制工作,尤其是美国早已五代机多年,对六代机上的探索也是先人一步,即有可能是第一个研发出六代机的国家。 尽管目前各国对于六代机都有不同的标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六代机的方向终究难逃几个新影词,例如高潮音速,无人智能化,而就目前的趋势而言,美国很可能在高潮音速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此次罗马公司宣布研发F272,很可能就是研发高潮音速版本的六代机,在反隐身雷达,高空反导技术的逐渐成熟,一般速度的战机已经无法保证其在进入敌方防空领域,是能够安全航行。 随着反隐身一波雷达的不断改进,隐身能力也不见得有效,在这种情况下,速度的提高,就成为了唯一打破瓶颈的方法。 要知道以前的F271,可是在复利眼皮子低下晃大了几十年,即便是雷达检测到了几巨大的热量反射,却也对它无可奈何。 如今美国重拾F271,并试图研大新型号,说明美国在这方面又有了新的突破,至少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 但是高潮音速战机前景广阔,但是玄机上还是具有很多瓶颈需要突破,首先在发动机上,普通的变循环发动机,带来的动力还无法满足高潮音速战机的速度要求, 因此需要采用超软创压发动机,或者旋转暴震发动机,来获得更强性的动力。 虽然在当前情况下,中国研制出了歼20,俄罗斯研制出了苏道57,表面上看,中俄的战机似乎已经赶上了美军的步伐,但实际上,却还差得很远。 军事专家表示,美军航空工业基础雄厚,很早就开始对超软创压发动机等进行研究了。 既然罗马公司如此有自信的公布相关研究计划,说明该战机目前的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 美国在此项目上起码领先中俄30年。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